台灣農民地 厚康伯伯利 愛寵物的人有福啦 現在不用花錢 也能夠養寵物 在台灣有很多這樣的狀況 舉個例子來說 像是在台中 台中市動物保護防疫所 跟民間動物保護團體 每個禮拜天下午 都會集合在市民廣場 在這裡有很多很可愛的寵物 可愛的小狗 您可以免費任養 在這裡更聚集了很多有愛心的人 可以把可愛的寵物帶回家 也讓寵物可以找到自己的家 首先就要帶您到現場去瞧瞧 星期天下午 台中市經國綠園道旁邊的市民廣場 聚集了大批的人潮 現場的狗叫聲是此起彼落 原來台中市動物保護防疫所 跟民間團體 正在這裡舉辦 流浪全貌的認養活動 台中市動物保護之家 帶來的五隻流浪狗 不到兩個小時 就被民眾認養一空 血先生就是認養人之一 因為喜歡小狗 然後想說想要來認養一隻 因為流浪狗也 看到牠們沒有人認養 想來認養一隻 認養流浪狗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要植入寵物晶片 其次是打預防針 認養一隻流浪犬的李媽媽 跟李小妹今天專程 帶著愛犬來到活動現場 打預防針 為什麼通常都是小朋友的需求 這細食總要給牠吃完 因為已經叫了很久了 所以牠們孩子夠大了 那因為也是做好事嘛 對不對 對啊 我也去買狗 就是認養就好了 對啊 如果都去買狗 狗摸媽媽就會很可憐 那這隻狗本來在哪裡呢 這隻狗本來就在這現場的 是動手動手的嗎 對對對 我們上個禮拜才帶回家 試一次 那這是什麼狗 叫什麼名字 這個狗據說媽媽是米格魯 爸爸不明 所以牠 我們叫做山寨米格魯 這隻山寨版的米格魯 橫桃主人喜歡 不但讓李小妹圓了寵物夢 也讓李媽媽覺得添了福氣 有福氣 我們受養狗狗會有福氣 俗話說狗來富 養狗本來就是一件喜事 主辦單位最欣慰的 莫過於看到流浪動物 可以找到對的主人 平安過一生 當然我們覺得 最感到欣慰的就是說 很多流浪狗經過我們的整理以後 然後牠完全不同的 形貌出來了 都改變了 然後我們又幫牠找到一個 很愛牠的主人 那我們會覺得說 真的很有成就感 會覺得感到很欣慰這樣 畢竟我們所付出的 就是有得到改變牠的一生這樣 任養活動的現場 由主人陪伴的狗 是這麼意氣風發 被欺養的狗 就顯得憂鬱無比啦 可見動物對於人情能暖 也是有感覺的唷 有不少團體跟民眾 自己帶著要送養的狗狗來 希望能夠幫狗 找到一個有愛心的新主人 受養流浪犬的潘先生 帶著活蹦亂跳的圖狗小黑 等待有緣人 牠本身就是流浪狗 要剛結他玩 剛結他玩 野心不會啦 牠是比較好動 狗狗還是很乖 領養黃金獵犬不到一個禮拜的彭同學 發現家裡的空間不夠大 這個禮拜趕快帶到活動現場來 希望可以找到合適的新四主 給心愛的黃金獵犬一個新家 廖小姐帶著白色的狐狸狗 穿梭在人群中 這隻狗是牠撿到的 正在尋找狗的主人 否則就得把狗送去動物之家囉 這是走在台中NOVA撿到的 然後牠是供的狐狸犬 然後我已經撿到差不多兩個禮拜 我想要找牠爸媽 我還幫牠送去美容院洗了兩次找 有的放動物院啊 有的放寵物店啊 還有拜託一個朋友 他有一塊地在幫忙啊 為什麼會想到做這件事情 狗的世界比較單純 余老師從小就喜歡狗 牠覺得繁殖場跟寵物店 應該一起努力 來幫助流浪狗 不要讓可愛的狗兒繼續流浪 我從五歲就 我們家就開始養狗到現在 我快六十歲了 從小就喜歡狗 而且狗比人單純對不對 那個中心又可靠 為了擴大流浪動物的任養比率 台中市動物保護防疫所 也已經跟寵物店合作 把部分流浪動物放在寵店 讓民眾不花錢 也可以享受養寵物的樂趣 那我們現在我們東方所準備跟這些寵物店 然後放一些我們動物之家的經過篩選 健康的狗狗放在那邊 你不要買你不要買到那你看到我們這邊的免費的狗粉票 讓你可以帶回去 這樣一方面可以提高這個能力 我們現在準備今年度也要做這個工作 定期跟動物之家舉辦流浪全貌任養活動的民間團體認為 任養活動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宣揚保護動物 愛護動物的正確觀念 其實小朋友愛動物是 我是覺得很好的一件事情 因為我如果說我們當父母的小朋友跟我們要求的時候 第一個你應該給他一個觀念 就是說你養他你是有責任的 因為一隻動物他的生命 他差不多最少十年 十幾年以上 那養他你就是對他有責任的 所以父母應該教導你小朋友 你就是要父親教養他的責任 那還有就是他的排泄物 他的一些工作都要做 包括清潔啊 禮毛的一些工作 如果說沒辦法 那你是要帶去給寵物店可以來幫我們處理 對 父母給他最主要是觀念 有時候父母不要把他當是一個物品 一個禮物 應該是告訴他 這個動物也是一個生命 我們應該是以審慎的態度去對待他這樣 黃小姐帶著心愛的鬥牛犬Nanami 來市民廣場參加這一場流浪加年華 她說啊 養寵物是一種誓約 一定要有責任感 我覺得養狗就是一定要對他負責 你一定要照顧牠一輩子 對 如果牠生病或是怎麼樣 你就是一定要照顧牠 你既然養牠就一定要負責 有八年養狗經驗的張小妹妹 也特別對鏡頭代替她家的北京狗 發表了心聲 希望說不要再丟狗了 真的 因為狗很可愛而且很忠心 牠這一生可能只有你一個主人 可是你可以擁有很多狗 牠是不希望被牠一個很信任的人 丟掉的 狗兒的心聲 四祖的肺腑之言 你有聽到嗎 從剛才的畫面真的可以看得出來 有主人的寵物是多麼的意氣風發 沒有主人被棄養的寵物 又是多麼的鬱鬱寡歡 不過有很多不見得被棄養 可能是不小心走失的 主人也焦急的在找牠 如果這個時候狗有植入晶片 那麼很輕易的就可以找得回來 主人要當心注意了 那麼等一下還要帶您去看一個寵物新樂園 在這裡充滿了可愛跟溫馨 等一下繼續台灣農民力 那自己一個人在家裡滿空虛的 可是在這個環境裡面 跟這些動物玩在一起 我可以尋找一些安慰 美其民說是我們照顧牠 那牠們也可能照顧我們 那可以安慰我們心靈上那種寂寞啊 台灣農民力 好的消息報給你 好 繼續要帶您到中部地區 我覺得所在還好就是旺高寮 這裡有一座 佔地三千多坪的動物之家 裡頭什麼動物呢 有很多溫馴的動物 有珍貴的鳥群 還有很多的水生動物啊 每到假日可以看到很多爸爸媽媽 帶小朋友來家去偷看動物 而且這裡最不一樣的是 除了看動物 您還可以認養動物哦 繼續就要帶您參觀這座動物新樂園 位在台中市郊區旺高寮的 台中市動物之家 是一座動物新樂園 這裡經常有小朋友 來這裡做戶外教學 因為這裡飼養的可愛動物 最適合小朋友觀賞 裡面有沒有雞啊 裡面沒有 裡面也是偷的 鴿鳥在裡面會有雞嗎 鴿鳥在會生出小鴿鳥 不會生出雞 這裡除了各種可愛的動物之外 更吸引人的是有一群 有愛心的動物志工跟獸醫師 長期在這裡照顧流浪動物 定點就帶學員來這邊做個自公義工 為這些流浪動物做一個美容整理 方便讓一些愛動物的人來認養 流浪動物只要經過一番打扮 就可以贏得更多人的關心跟收養的機會 早日擺脫流浪的陰影 想說這些狗狗都很可憐 來幫你們弄漂亮一點 人家認養的機率就比較大 因為在外面很多流浪狗都被遺棄 我們本身從事這個就是 想要能幫忙牠們就盡量幫忙牠們 經過一番打扮的雪納瑞 似乎運氣也變得特別好 有人在動物之家的網站看到牠 特別到動物收容中心來找牠 當下就決定要收容這隻可愛的雪納瑞 到底這隻雪納瑞的新主人是誰 鏡頭跟著志公爸爸來到領養室 原來看上牠的是一對情侶 我是在網路上看到的 對啊 然後沒有養過小狗 想說來養隻看看 可是很多人會去寵物點買 為什麼會想來這裡找 我來這邊參觀之後 發現其實有很多狗狗都滿可愛的 那不會輸外面寵物點 而且照顧也很完善 所以我想說來這邊領養 也不用花什麼錢就可以領養 可是很多人就是 養狗都是一口衝動 後來你們有仔細想過嗎 有有有 我們還研究了很多書 想說雪納瑞是算蠻可愛的 聰明度大概像人類五歲 所以我們就決定養雪納瑞 為什麼會選牠 牠怎麼發現得很可愛 所以就決定養牠了 任養流浪狗第一要年滿二十歲 第二要準備證件 第三最好先到動物展示室 看過要任養的流浪犬 先收容十二天 看牠的健康狀況 那牠健康狀況可以做節育手術的話 我們就幫牠做節育 之後可能要七天的那個恢復期 然後看牠傷口的癒合狀況 如果都OK的話 那我們就會開放任養 任養流浪狗要先填寫切切結書 受醫師會先為選之量體溫 做健康檢查 決定是否要打預防針 打過狂犬病疫苗的流浪犬 要先確定身上有沒有晶片 如果沒有就要馬上植入寵物晶片 完成晶片植入的手續 流浪狗就可以帶回家了 我們的隻狗叫小馬 這麼可愛的狗 你怎麼捨得欺養牠呢 徐小姐 顧先生滿心歡喜地 帶著剛任養的小馬回家 寵物美容師的翹首 果真改變了牠的命運 跳 跳 跳 洪先生正在動物展示室外 逗弄牠的寵物狗Manny 這隻狗是牠一年多前 從動物之家認養的 看看Manny的身手很難想像 Manny以前是這一牆之隔 牢籠裡的流浪犬 穿 穿 跳 啊 一波 這是我養的第一隻狗 然後對養狗不太了解 所以我去上網看很多資料 找一些資料 然後學說怎麼跟狗相處 怎麼照顧狗 怎麼訓練狗 花了我很多時間 養狗是一個很大的承諾 因為很多養狗的人都知道說 嗯... 你雖然說有自己的生活 但是說狗是只有你一個而已 就是主人是牠的全部 在養狗之前 你一定要考慮清楚說 自己到底有沒有辦法去做出這樣子 承擔這樣子的責任 然後就照顧牠一輩子這樣子 看牠這樣子可以跟我這樣互動啊 就是... 生命中的一個伴侶就是 狗狗所帶來的喜悅 動物之公秦宿君也深有同感 兒女都長大了嘛 那自己一個人 覺得說在家裡蠻空虛 可是在這個環境裡面 跟這些動物玩在一起 可以尋找一些安慰 也許美其民說是我們照顧牠 那牠們也可能照顧我們 牠可以安慰我們心靈上那種寂寞啊 這座長度70多公尺的狗狗運動場 是台中市長胡志強的點子 目的就是為了讓被欺養 有憂鬱傾向的流浪狗 可以重新獲得健康 我也不曉得我們台中市 有一個這麼好的地方 因為我撿到一隻狗 我撿到一隻小狗 那到初問人家 看這個狗要怎麼辦 我說你可以送去那個動物之家 我說真的啊 那我送來這裡才發現 原來這裡有一個這麼好的環境 可以收容那個流浪的動物 那後來我就愛上這裡了 我就會不定期的 上來陪陪牠們啊 台中市動物之家表示 動物的棄養潮 多少跟媒體的一窩蜂 飼養潮退潮有關 然後因為這個電影潮 導致這個拉布拉多 很多人去飼養 然後很多市主他沒有考慮到說 其實飼養的 牠之後會有哪一些問題跟困擾 你要如何去照顧牠 如果引發了這些困擾之後 結果就導致了這些動物 又遭到人家的棄養 就是養了牠 就等於說把牠當成是你的小孩子 然後就要照顧牠一輩子 然後就要照顧牠一輩子 不管牠生病啦 或是有遇到不聽話的時候 你要用耐心愛心去教導牠這樣子 其實狗是很聰明的 牠是有靈性的動物 台中市動物之家希望透過這個教育園區 能夠提供一個正確的保護 還有飼養寵物的觀念 像是一般的小朋友 不用到寵物店花錢買寵物 到收容所就可以免費任養寵物 這有幾個好處 包括不花錢 包括真正可以找出你愛動物的心情 還有正確的養育觀念 高雄有位林先生 一年多前丟失了一條哈士騎狗 名字叫做美眉 有一次在等紅綠燈的時候 跳上一位騎士的機車踏坐 就是不肯離開 騎士趕不走牠 只好載著狗去警察局 經過晶片掃描 終於找到了四主林先生 在台灣定期也會舉辦很多的動物嘉年華會 每次一舉辦都會吸引很多的人潮 也會掀起了養寵物的熱潮 等一下你要仔細聽仔細看了 有很多養流浪狗養寵物的主人們 一談起他的狗 好像談起家人一樣 眉飛色舞 高雄有位林先生 一年多前丟失了一條哈士騎狗 名字叫做美眉 美眉為了尋找主人 靈之一動 有一次在等紅綠燈的時候 跳上一位騎士的機車踏坐 就是不肯離開 騎士趕不走牠 只好載著狗去警察局 警察局通知動物保護防疫所處理 經過晶片掃描 終於找到了四主林先生 看到我就開始一直咬一巴啦 對啊 因為那是我訓練出來的愛權 所以啊 寵物植入晶片 可以說是保護動物 愛護動物的第一步 狗狗世界的溫馨故事很多 陳小姐因為看到一條中狗 待坐路邊 像是等候主人 連續一個禮拜 餓到骨瘦如柴 陳小姐於心不忍 於是發動網路朋友尋找任養 最後幫這一隻名叫公主的流浪狗 找到一個新家 你們穿著很像 特地搭配的 給牠什麼名字呢 取什麼名字 小虎 就希望牠跟老虎一樣 就是非常的勇猛勇敢 然後就是如果老了就變老虎了 就更勇敢 陳小姐帶著撿到的吉娃娃出來散步 小虎因為碰到牠變得快樂多了 撿到的就在星光三越前面的合體 然後就是撿到牠 然後有問過附近 就是都問過兩旁的住家說有沒有 就是有沒有看過這隻狗 然後都沒有 然後就當下就去掃晶片 然後也沒有晶片 就先帶回家 然後也有上網偷 就是尋找牠的主人 然後目前也沒有找到 廖先生帶著牠的松屍犬 驕傲的在公園散步 但是這種大型狗 也經常被民眾欺養 原因是養狗之前 沒有先了解狗的習性 小狗滿可愛的 然後長大的話 大概就沒辦法養 因為牠個性比較固執 然後會比較難以掌握 那通常到了成田的時候就是 有時候牠會連家人也是兇 所以就沒辦法養 牠們米外養的話就是 丟到山裡頭 然後就被人欺養 為了減少寵物欺養 或受虐的事件一再發生 台中市動物流浪之家 特別不定期舉辦 各種教育宣導活動 甚至希望遊說各地派出所 也能夠加入任養的行列 像隨校 我們就推廣隨校的所謂錢 有時候我們會透過宗教團體 像宗教拜拜的什麼 我們就會把狗狗帶到那邊去 就是提供我們民眾日年養 那最近我們在一個新的點子 就最近看到我們的警察朋友 好像前一陣子嘛 當時有一個理警官 在想說 其實像警察單位的話 同仁很辛苦的話 我們在想說 我們台中市總共差不多 五十幾個派出所 我想要接種 台中市的幾個派出所的話 可以的話 每個派出所都放一支 就是說 檢未請的方式 隨著我們警察來辦理有關的警察業務 以外面可以輸及我們警察同仁的壓力 這是我們現在正在思考要怎麼做的 台灣帶動物保護法通過之後 虐帶動物的事件漸漸減少 但是棄養的狀況還是很常見 原因就是民眾缺乏 尊重生命的寵物飼養觀念 你既然想要養狗的話 你就要愛心養牠就不要拋棄牠 所以我們台中市就配合我們的教育誌 針對我們的狗中小 我們都有在積極地宣導 我們像去年就辦了一百多場宿 從幼稚園的小朋友 狗小的小朋友 我們都有到學校給他們宣導 給我們的小朋友從基層他們認知 什麼叫做動物保護 要怎麼來愛護動物 你既然養不起狗狗的話 你就不要養 你既然養牠的話 一定要愛牠 不要拋棄牠 就是這樣 愛狗家族特別提醒大家 愛牠 不要遺棄牠 希望大家用愛來終止動物的流浪 愛牠就不要拋棄牠 真的要照顧牠一輩子 這次比較亂遺棄這樣 因為牠們也是有感情的 對 就是一定要愛護動物 你養牠你就是要照顧牠 就是要當牠自己的家人這樣 來 哥哥 我們看一下鏡頭 跟大家講 跟各位 跟叔叔伯伯 還有小朋友講說 以後養我們就不要拋棄我們 要愛我們 要照顧我們一輩子 要不然在外面流浪是很可憐的 由於現在人跟動物 有很多共同的傳染病 所以說像是牛 豬 羊 這些經濟動物跟飼養者的危害 以及互相的傳染也越來越嚴重 在這裡我們就要提醒所有養動物的朋友們 記得一日養動物 終身把牠們當作家人 而且記得一定要植入晶片 好好對待牠們 這樣也可以減輕一些收容所的負擔 期待大家一起愛動物啦 台灣動物命力 我們下次再會 咱們快樂 一開始 吧 這裡 那是 最好 這裡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